鲍鱼 前两天跟舅妈拿了几个白瓜 就是葫芦瓜 没吃完 今天我要用它来做一道美食 也是我自己想的一道美食 这是原创 我们先把这个葫芦瓜削掉 等下这个还要的 我们就让它做盖子 我们接下来要把中间这里挖空 挖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要把它挖烂 就是挖这里面这个不好挖 再把这个弄掉了 其实就很简单 现在用到我们第二个道具 扫子 里面我们现在已经挖成这个样子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个也是一样的 把它挖空就行了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玉米 这是我们之前拿的那两个玉米 玉米切好了 我们再把玉米放进去 现在我们把红枣放进去 我还准备了一点红枣 然后再放一点枸杞 再切点瘦肉 再把瘦肉放进去 再把姜丝放进去 现在加水 放点盐 现在把盖子盖起来 放到这里煮 一直到煮开为止 现在已经闻到咕噜瓜的香味了 我们蒸了有好几个小时了 大家可以看见外面天都黑了 中途我有把这个盖子打开过 因为现在盖的话确实太难煮 来给大家看一下 吃的很漂亮 我先尝一下 看上去就很好吃很好喝的样子 有点像那种排骨汤的味道 很浓很甜 煮的有点软 哇 这个下面有点软 玉米刚刚熟 如果大家要蒸的话就时间稍微蒸长一点 因为我中途的话 这个盖子有打开过 如果这个盖子的话 那个热量 它一下进去不了那么快 或者是在煮的话 可以用开水 是最好的 好好喝这个汤 好了 我是辛哥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